设计如同空气般无所不在 商品设计更是符实即逝 明明是那么的平凡常见 却有如此的差异 设计即逝如此 商品设计系设立的中指在于提供优质 且以人为本的设计教育 培育具责任感与竞争力等 商品设计专业人才 本系规划学生应具备的六项核心能力包括 设计美学与表现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 创新能力 等六项核心能力 根据这些能力 系上课程规划分成了八大类 设计表现 设计理论 设计美学 设计计划与行销 设计工学与冷蔭工程 产品设计八大类 在每个学期末 会邀请校内校外的老师赖评一学期的作品 会选出冷气以及优选的学生一致鼓励 近年来 名传在设计竞赛中屡屡荣获大奖 不论是经典 红典 IF等国内外竞赛 在新一代设计展中也是屡获夹击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丰富的国际交流 中日韩等国家都与本系有密切的互动 接下来我们来参观品设系的四楼环境 品为一朗朗学生以及老师们 能在空间中舒适地讨论课业 福祉设计研究中心内拥有多项设施 能模拟高龄者不便生活 可作为设计银法组产品重要参考依据 这里是商品设计系最主要的实习工厂 目前有两位专业技师分早晚两班值班 有金工坊 木工坊 陶瓷工坊 NC工坊 CNC DQRP 还有金饰工坊 跟雷射切割的作业空间 不过学习固然很重要 但是别忘了大学生最应该具备的 多彩多姿生活 你入学你们就会参加学长剑所举办的 新生素营活动 超好玩又有趣 让你们一开始就有不一样的环境震看 哈喽喽 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 就可以加入合唱 受和同伴们一起深思历劫的挑战自我 那如果你喜欢跳舞的话呢 就可以加入拉拉 5 6 7 8 1 2 3 感受和伙伴一起挥洒汗水与泪水 这才是深圳的挑战极限 欢迎加入陆设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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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